好,这边有一个可能是腿脚不方便,走路还是怎么样,有点疼还是怎么样 男78岁,对不对,男78岁 双侧宽关节平扫,还加增强,这款有点过了呀,对不对 双宽关节推行性改变,关节腔少联机也双侧骨骨头关节面 这个推行性骨骨的关节面下,异常信号考虑骨关节炎 右侧骨骨大粗龙旁滑囊炎,右侧骨骨大粗龙旁肌腱损伤 没什么,这个对于78岁的老年人来讲,就是正常 这个又加一个右膝关节,又是增强,核磁控制又是增强 这个我已经说过了 他做了个CT宽关节的增强 CT增强,然后习关节核磁控制增强 像这种东西是没什么必要 而相反是一些癌症病人要手术前 他不做增强,他就做一个 甚至CT核磁控制什么都不做,就手术了 他因为要让病情模糊化,否则的话一看扩散了 按照理不应该手术,他生怕让这个扩散变成阻碍他手术了 他什么都不做,赶快做手术了 对不对,像这种是没必要增强CT 像这种东西老年人有什么必要 对不对,真是的 右,冰骨,后院,这种东西是什么 还有这个半月板什么撕裂了,损伤了 还有关节囊,游戏关节囊,少量级业,乱组皮 正常,对78岁的人来讲 对不对 然后患者还发了一个 就是走路的样子 来看一下 对吧,实际上这个走路的样子应该讲 78岁 我61岁 我走路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没什么的 对不对 所以,对不对 你有什么办法 做手术 你看他髋关节也有问题 这个膝关节也有问题 髋膝 而且两侧都有问题 两个膝两个髋 做手术 这开玩笑了 不要没事搞事 搞全身麻醉 最后搞个中风了 对不对 本来可以走路 中风了就不能走路了 对不对 不要没事搞事 那么吃止疼药 这个止疼药要吃 要吃长时间吃止疼药 这个止疼药的副作用要大于这个 走路的疼 还有就是我一直说了 这个半月板的事情 半月板不要去做手术 除了中小学生 他是一辈子 对不对 要半月板损伤 是可能要考虑手术 像这种老年人 半月板你去搞他干什么呢 你这个膝关节的问题 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半月板只是一部分问题 而且半月板 做了手术最后都 没什么效果 最后 不要没事搞事 一做手术 全身盲子又变成中风了 所以什么呢 所以千言万语计划 就是对这样的当事人啊 78岁的老年的当事人 讲一下 我的意见就是 你走路疼 就少走一点 走走停停 走走歇歇 实在疼了 就是休息几天 就这样 我觉得还可以混合 这样时间 没什么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内脏的 或者血管性的问题 根本就没事